你正在看TWICE TV 剛才Bryan立一立已經在旁邊 一棟是一棟的Apartment 沒錯 我們已經說了兩次 這次真的不是Flo Tiber 而是它的完成品 接近完成 九成左右 這裏仍然是版 這裏是特意展示透明甲出來的 而且它本身在會場定 叫做三天床的版本 就會送上地球甲 換句話 兩個做完都做得到 當然有些部分沒有了 例如地毯沒有了 但早買有早享受 還有多些東西 但這次會場期間訂 無論在會場上訂 和外面的店舖訂 這隻兩萬多的甲 都會有兩套甲 但過了會場期間便沒有了 可以展示透明甲 由頂到展示給觀眾看 德哥可以嘗試做 因為我們備秀權 可以體驗一下 其他參觀人士就不要試了 其他YouTuber都不要試了 對 我們這些就問過 你見到頸頸 是有關節可以移動的話 是否緊繁很多 對 沒錯 之前那些是鬆的 因為有一個Protocat 對 燈又亮了 沒錯 向上摩 向下摩 左右 左右 左右看見頸頸 是很過癮的 對 德哥的樓都知道 是很緊緻的 先說明 這裡是沒有的 純粹給你看看分別 透明件其實有很多 嗯 這是Bonus Pass 是嗎 應該是 其實組裝後 不會是半透明的 好 之前出了兩三個 微分版本 我是拿正牌去攪拌 所以我會很認真地攪拌 好 上碑 嗯 這是有連動的 鬧 也是一句玩具TV 有甚麼好看 就看看會不會出事 當然你這裡好像彈弓 對 即是可以再高一點 是很硬的 算了 我彈底 我可以彈底 現在擺得很高 因為德哥 算了六尺龜 也有他高的手 對了 Hello Sora now streaming Sorry got it 看到本身側巾 我拍到這裡 你會看到它動的時候是會轉的 嘩 好緊 關節來說是極度緊的 激輪式關節 這些格子底的細節 所謂一絲不苟 是很高的 挺怕你說的 隔絲不苟 隔絲不苟 這裡 向後可以移動 有一塊甲 變成你左右轉的時候 連這一塊的都可以很清晰地移動 這塊甲也是連動的 當你移動的時候 你側近這一塊甲 看回 可能要拍照透明的那塊 都是連動的 它會向上移動 是 德哥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第一次玩 這一塊 我看見這裡其實是一個關節 我相信也是 沒錯 跟連動有關 剛才這裡拉起了 當你的手摧下來的時候 它是會跟著向下移動的 這個手再看一看 好 手 全可動的手指 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手的條 這個Dead Air是預料的 為甚麼呢 沒關係 我們只要說 可以動腰部 可以的 你動左右的時候 除了一些激鈴式關節聲 之外 留意兩邊的油壓位 它也是在動的 雖然不動爛了 它陪是Brian陪的 所以 我無論如何都為了 他的荷包著想 我都不敢動太空走 最主要就是 還要展覽 陪著 不需要陪著 我們拿正牌 拿正牌 要你陪著 有時候 有時候很羨慕 德哥 人家不能碰 換句話在玩 其實要動它 最好是放一些 自己覺得很過勁的姿勢 你見到我動的時候 它在油壓 其實本身整隻東西 都有很多連動 我最欣賞就是 它的手肘位 當你的手關節動的時候 除了你聽到很爽的 啪啪聲 它在這裡是會轉的 當然動的時候 要留意 腳 我未必空肯到 整個圈子這樣動 所以我相信 就這樣在這裡 留意每一個位置最穩妥 反而玩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大腿甲和側甲 其實是有少許衝突的 真的要放 可能DISPLAY的朋友 未必很熟 我將它的甲抽出來 安全度又會高很多 嘩 不要緊 你可以看 扒開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看 既然都是 待會德哥可以試試捧一下 都是有點重的感受 嘩 大哥 真重 有沒有金屬 你沒有金屬 我都不相信 很多金屬 差不多 如果我這樣鬥 它主要是一些 關節位 裝位 全部都應該是金屬 否則沒有理由 重一個 你感受到多重 一包米左右 5kg 還是10kg 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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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鬥起了 拍完地台 地盤沒有燈效 地台有可動的功能 不過是之前一些版本 才送的 要先說清楚 為何不知 按這個按鈕 它會彈開了 嘩 別搞 現在對嘴 先放上去 在場一點 也很羨慕 但我們真的拍攝才會這麼厲害 對 對 看不到 不要緊 因為很厲害 因為我們 遲少半個小時 上載完便可以了 先聽著聲 因為現場 很多信號 就不夠 不夠數據 製作保證 就算一會出了什麼 你會再拍 可以拍一拍 其實我又不敢去畫開它 其實博派心座裏面是有的 不可能沒有 大哥 兩皮 心冷 用了皮帶 不是皮帶 你問我應該是橡筋 對 橡筋 其實是否可以換 你放久 我覺得自己是會團 對 對 可以自己準備準備準備換 最理想 裡面的細節都可以拍 整件事是多瘋狂 好 其實沒有理解錯 沒有猜錯 其實班底 都是以往都沒有贏 那邊 不要說我說 德哥又來 你兒子 所以我先撐住 好 我們回來了 我不錄了 拜拜 好了 其實剛才說到哪裡 我是絕對不知道 冷緣一大輪 看到側甲 透明甲裡面的細節 另外剛才說的 手臂位的膠帶 如果說這個精細度 我相信它已經是 跟這個 器裏面的operator 是沒有分別的 都不差再一次過 滾回所有細節 給大家看看 整件事 除了重手之餘 大概鬥過5K 那些關節 我可以說是 和玩MB一樣 所以擁有它之後 除了借我玩之外 在動的時候 也要留意 它每一個關節位 究竟是怎樣動 不要硬來 就著關節去動 你就會安全很多 我們拍了這個 這麼久的示範品 再拍一拍 這款比較完整的版本 沒錯 看到本身 這62cm的opperman 也有手臂的Hologram 非常清楚和清晰 也是那一句 我們這些 沒有甚麼要做 但想整理一下它的姿勢 通常我會再攪拌它 我覺得它的右肩擺得不夠好 其實真的 我們早兩天 因為這裏人手短缺 我們真的想找一些 好像德哥人 去擺姿勢 我記得本身Sideshow 也有一個節目 叫做 How to be a Poser 我相信 直接在這裏 在互密TV做一個 How to be a Poser 剛才要收拾的位置 因為 其實一個正常的人 去擺姿勢 很少這裏 會擺得這麼正 如果要遷就手 盡量把它移人化 去擺姿勢 就會好很多 當然眼睛一定是 要對它想看得到的東西 這是基本中的基本 其實上半身基本上就擺完 我就不會特別擺得很正 因為你的人 是不會這麼正地看一件事 腰也會側側一點 雙手其實都可以再摧低 但我覺得原來拿著槍 就擺高一點 會好看一點 腳 一貫我自己的做法 就是會看回手臂 如果這個是向前的話 正常的動作 下面那隻腳就會放回向後 保實 我把整個腳都會向前一點 很浪費力 對 因為腰部也能動 因為剛才它的頭部太低 我剛才把整個腰部 把整個腰部 拍攝 把整個腰部 拍攝 整個腰部 會看到整個腰部 整個腰部會向上動 好 這隻手 向後一點 這隻腳就會向前一點 看上去的感覺 相對就會自然一點 因為這隻腳這麼大 其實你真的要把腳架的關節 設定好一點 和地貼緊 你就會玩得安全一點 其實同期旁邊拍到一隻 Bumblebee 這隻也都是 這隻可能是比較近Flow Type 要你自己摸摸 德國可以判斷到 我懷疑都未知 我零售家未知 但你看到的比例 這隻動不動得 請問 這隻動不動得 這隻動不動得 可以動的 可以動的 好 麻煩你 都是護備TV 這裡有看 謝謝 整個腰部 雖然是這個Prototype 但本身的激輪關節 當然我肯定它還會再調整 因為有部份的關節相對比較鬆 但我相信外型來說 和大鋪不會有很大分別 因為本身這個肩位便鬆 所以我盡量把牙齒回後 亦不敢大動作 因為它和旁邊兩個Operman不同 它真是這個試板 可能是T1、T2 所以關節方面 絕對是要再fine tune 但怎樣也好 既然可以動到 讓我弄到的 它不幸 所以我都可以很開心地玩一下它 重要的就是 不要太圓咕嚕 將它 標準的黃蜂角 弄出來 基本上外型來說 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這樣了 麻煩開一點點 同樣也會有些燈效 燈效 亦會跟隨這個 戰鬥模式的黃蜂頭 這三件大型的產品 大致上就是這樣 玩得多了 要先放線 重新回 記得 記得 千萬不要亂鬥 你想鬥 其實我又覺得無所謂 不過記得要問回工作人員 他OK 讓你鬥 就鬥飽 是的 原本其實是櫃 有一個Display櫃 硬開的 因為某些技術原因 就吸不到玻璃罩 所以就暴露了出來 方便了我們拍攝 但是當然 我想公司方面 都是想 希望 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因為其實兩隻 鵝柏柏門 就差不多到final stage 就出貨了 大黃蜂方面 就未得 但是看回 可以看到高度比例 他兩兄弟 就是鵝柏柏門和大黃蜂 就真的有很明顯的差異 去到他胸口都未到 遺暴到高度 我不知道這個 會不會是大家心目中 比較理想的高度 就是鵝柏柏門和大黃蜂的高度 但anyway 我們終於可以第一次 跟大家介紹 這一次的看了三隻 就是 兩隻鵝柏柏門 和唐漢峰 看看包裝 看看包裝 又要比一下人 都是你的身體這麼大 兩隻動起來 差不多 快要高於德哥 我所而知 這兩隻東西 絕對不會覺得是比得貴了 對 因為當你去很辛苦 拿回家 你就覺得很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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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